第36集 这一波反杀让好运来队再度掌握节奏 拿下大龙后带线直推对方高地 不过一时却找不到太好的攻上高地的机会 乔晶晶这次走位谨慎多了 随时关注对方动态 冷静地找到安全位置 在伪装状态下自击狙击 连续三强 两枪命中脆皮 孙上香百里悬策残血 孙上香立刻一个翻滚 回泉水补充状态 悬策站位却不算太好 于途闪现穿墙 连招锁定悬策在金深 悬策被击杀 周隐带人瞬间攻破高地塔 诸葛亮残血潇洒逃逸 最后一波龙即将到来 蔡文基补充状态 战斗再次爆发 诸葛亮第二次被气珠打断了大 乔晶晶主力收割 跟在坦克和达摩身后不断走A 收到两个人头 二连哪 要是有个三连就更帅了 乔晶晶简直激动 但仍为丧失理智变成人头狗 现在有兵线 射手最重要的是点塔 不过 它是对方的主要目标 百里悬策一副活就来抓他 他走A加三技能连招 大招准确命中悬策 三连绝胜 解说激情澎湃 这一步参战 朝廷已经把握不错 前两车是破决的关键 大招准确打开悬策 他还推到 尽力量有细节 他用平A调整的自己的位置 再大招 摘晶晶简现在还只剩下一个辅助 我们看 到底守不守得住 这种情况下肯定守不住了 很快 水晶碎裂 周颖一声呼吓 赢了 乔晶晶居然在最后 拿了个三连绝胜 乔晶晶摘下耳机 激动地站起来 不过大概太兴奋了 忘记自己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一个没站稳 向旁边倒去 观众还没来得及惊呼 就见他身边的于途 眼疾手快地拦住了他 摄像机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幕 拍到就算了 居然还把两人对视的一眼 定格了几秒 于途没有立刻放手 脚没事吧 乔晶晶反应慢了半拍 没事 于途松开手 乔晶晶一方面兴奋 一方面也是为了遮掩尴尬 把队友们轮着抱了一下 双方在主持人的呼唤下 回到了舞台中央 主持人先问拜方感言 主播说 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 也很幸运地 被自己的女神狙击了无数枪 死而无害了 齐朱挺实在的 第二局真的没想到还会说 开始有点轻敌吧 周克莱拿得挺好 另外两位路人自动背锅 是我们太坑了 不过段位是至尊心药的中年大叔 隐晦地提了一句 其实我平时位置不是上的 有点不习惯 我平时也打野 撞了 已经打得很好了 主持人笑呵呵地带过 好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现在先请大家到后台休息一下 拜访选手们向大家挥手告别 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轮到盛方 主持人说 那么 我说精精是今天表现最惊艳的 大家有没有意见 那个 我知道我们下面要进行一轮商业互吹 但是能不能稍微克制点 让我比较好接话一点 嘉宾太会抛梗接梗 主持人今天是真的觉得轻松 他擦擦虚拟的汗 那 女玩家里最厉害的 你今天是不是很想捧杀我 我最多是鞋跟最高的好吧 大家一片笑声 主持人关心地问 所以今天你的鞋跟还好吗 我的脚 啊 你问鞋 刚刚的笑声还未歇 又更大声了一点 于途也不禁玩耳 女神很厉害啊 刚刚一首白礼手约真的太秀了 今夜到我 我是真的没想到 是不是专门练过 对 刚刚你跟你同学配合得很好啊 特别是杀猪神的一波 平时你们也是这样配合吗 他打猪格亮 你打手约 不是啊 他什么位置都打 每个英雄都很厉害 其实都是他在教我 我刚刚一看见了 一手朱格亮 总得太糟了 小哥哥这么厉害 可以考虑来打职业联赛啊 于途还没说话 乔晶晶帮着他打 不行吧 他都这么老了 于途咳了一下 主持人赶紧道 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啊 你还记得他刚刚多次 支援你的同学情吗 哦 应该的呀 主持人看向于途 于途能怎么办 嗯 应该的 此时此刻 微博和一些论坛 已经彻底炸了 一个比较私密 却很热闹的论坛上 一条标着多图预警的帖子 引来很多回复 哎 乔晶晶是算不算公开了呀 四舍五入 就是公开了吧 也不会吧 又真的是 还不得藏着掖掌 不是说了都是单身吗 感觉就是特意提一下 避免被误会 粉丝表示颜值 真的太配了 一直默默地想 我叫姑娘颜值配哪个演员 今天 开拓了新此路 乔婉人更好 这样都不用跟男方粉丝撕了 被小哥哥宠你 小松翻了 我能说我本来是乔晶晶的黑吗 今天去干KPR也是不安好心 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喜欢乔晶晶 去蒙上了他和他同学的CP怎么办 哎呀 演狗的悲哀 下面居然不少回复表示认同他 我觉得我不是在看比赛 是在看偶像剧 好像对方一般攻心啊 乔晶晶看不上人家吧 楼上去看看乔晶晶眼神 如果不是眼睛好 我觉得那就是爱啊 哇 这个小哥哥的诸葛亮好秀啊 他完全可以去打职业赛了吧 那就有钱了呀 你没看见乔晶晶的吐槽说的好了吗 职业选手只有十七八岁了 乔晶晶和KPR的各种话题 火速上了热搜 更多的人跑去看直播 直播观看的人数不断攀升 Alex几乎是立刻给林杰打了个电话 激动地敲定了下一年度的合约 林杰和粉丝们如坠梦中 赢了还是毫无争议的二笔梁 娱乐赛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便是颁奖典礼 周颖直接回到了嘉宾席 其余盛方四人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后台 林姐和小猪早就在那里等着 林姐上来就是一个大力的拥抱 奋力地拍了拍乔晶晶 哇 比你拿奖还激动 废话 说得好像她拿过什么有公信力的奖似的 乔晶晶问林姐要手机 急着去刷一下评论 当然主要是刷表扬 三连决胜哎 粉丝们应该已经被她摔上天了吧 然而手机才到手 王者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跑过来 晶晶 马上还要请你给年度最佳人气选手颁奖 还有合影环节 还要麻烦你过来一下 啊 乔晶晶把手机顺手塞给了于途 帮我拿着 然后就匆匆跟着工作人员去了 走了几步回来抱了短发女生一下 跟眼镜小哥握了下手 谢谢你们 然后又匆匆跑了 短发女生直接懵了 她要算一算 今天被女生抱了几次 眼镜小哥推了推眼镜 红着脸小声说 我觉得我要变粉丝了 于途低头笑了一下 随即又淡淡隐去 她的目光落在乔晶晶的手机上 她似乎又换了个手机壳 亮晶晶的格外耀眼 灵姐仍在那兴奋不已 二比零啊 还能三连 我做梦都不敢想这么完美的结果 她转向于途 于老师 谢谢你啊 这次多亏你了 于途回过神来 不用客气 二比零 的确是个完美的落幕 本集播讲完毕 下方评论喜已就位 还不赶快留下你的足迹 第三十七集 因为要等待合影 搬完人气讲后 乔晶晶又被安排在嘉宾席上做了一段时间 期间 她想起了于途的大衣 便悄悄地溜到后排 帮她拿了一下衣服 引起了一阵围观 这个活动流程还蛮长 等合影完 乔晶晶再度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送走陪同的工作人员 她开门探头看了下 休息室里只有于途一个人 她靠坐在沙发上 似乎正在出神 乔晶晶推门进去 脚步轻快地 闪现到她面前 惊醒了她 林姐呢 于途抬头 然后目光落在她手里的衣服上 她和小猪好像去和王者的人谈事了 说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于途说着站了起来 哦 乔晶晶把衣服递给她 你的衣服 啊 谢谢 于途接过大衣 你去拿的 是啊 一堆人看着我 乔晶晶有点渴 在桌子上找了一瓶矿泉水 正要拧开 看见于途 眼波一转 递给了她 于途帮她拧开 又把手机递给她 嗯 你的手机 嗯 乔晶晶喝了口水 在手机上 翻司机的电话 那我们先回去吧 于途微微垂谋 我和你不是一个方向 附近有地铁站 我自己走吧 别啊 你怎么走啊 现在外面也散了 出口都排队呢 你这样出去会被围观的 最后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从特殊通道离开 保姆车行驶在夜色宁静的道路上 乔晶晶上了车 就开始刷微博 之前被打断了 感觉错过了十万个赞美 她果然已经上了热搜 还占了好几个位置 分别是 乔晶晶同学 乔晶晶王者荣耀 乔晶晶白礼守约 虽然感觉乔晶晶白礼守约里面 会有更多的赞美 但她还是忍不住 先点开了乔晶晶同学 暂时倒没有什么营销号 在发这个 大部分都是KPL 或者是她的粉丝 乔晶晶同学话题 乔晶晶同学都这么帅 他们高中班级艳职 是不是要逆天啊 小哥哥来娱乐圈啊 这艳职完全不太怕的 智商那么高 游戏又棒 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 我不服 我不信 乔晶晶无语 晶晶啊 你同学不错啊 智商颜值都有保证 对后代好啊 快谈恋爱吧 一起打打游戏 别做单身狗了 你吐槽人家老了 可你也不想象你是她同学 年纪一样啊 人家没把你对过去 脾气挺好的 乔晶晶再次无语 这是年底催婚案的 丈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的亲麻烦 诸葛亮简直太帅了 其实用的好帅啊 我不是乔晶晶粉丝 但是我宣布 我被她同学圈粉了 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 那应该是八月的吧 我有个同学就在那 我要去打听一下了 乔晶晶前面都看得乐滋滋的 然而看到这条 心里却是一个机灵 瞬间李智全回来了 她思索了一下 回热搜页面截了个图 在乔晶晶同学上面画了个圈 微信发给灵姐 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 要快 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 不要提于老师 已经提到的山点 不计成本 灵姐很快就回复 我们没刷呀 这是自然上的 我知道 总之不管什么办法 都快点撤掉 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 为什么呀 你都拉她上台了 我不知道她要回去搞科研 娱乐圈那么嘈杂 会干扰她 而且在科研所 也不能这么高调 不计成本知道吗 今天的点应该不少 王者那边 也不一定乐意我们宣宾夺主 乔晶晶飞快地打字 一连发了三条 啊 明白了 立刻去弄 诶 于老师要回研究所 没跟你说啊 是啊 她在舞台上才知道 乔晶晶收起手机 看向于途 于途正静静地看着车窗外 浑身上下 笼罩在一种沉浸的气氛中 好像从乔晶晶再次回到后台 于途就从眼角眉梢 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像在比赛中那样肆意挥洒 不像在舞台上那么弹笑自若 就好像 这几天 她偶尔会流露出的神情 乔晶晶突然有点不安 好慌今天怎么没来 乔晶晶捏了一下手机 开口 于途回过头来 声音有些低缠 她有时候口无遮拦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不让她知道你是谁比较好 哦 过了片刻 乔晶晶晶 你刚刚在台上说 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 你改变主意 打算回研究所了吗 是的 什么时候决定的 在西安的时候 于途简短地回答 哦 乔晶晶顿了一下 那你什么时候上班 明天 这么快 晶晶 嗯 乔晶晶歪了下头 看她 我大概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 乔晶晶眨眨了下眼 以后我不会再有时间玩游戏 刚刚 我把游戏删了 于途的视线一直落在别处 此刻却转向她 神情在车外光线的映照下 有些模糊不清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意味 所以 大概永远不能送你五连绝世了 乔晶晶想说 你刚送了我一个三连绝胜 KPL赛场上的三连 比普通的五连力还多了 可是她没有说 她竟然有一种感觉 于途是在向她告别 不过她很快 就嘲笑自己想多了 于途只是说 以后不玩游戏了而已 那么 他们以后会怎么样 没有了游戏 没有了日日相处 没有了共同的话题 那 变成微信里 偶尔会问候的朋友 就好像他们一起 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假期 现在 他们两个人的假期都结束了 又要回到从前的轨道上 乔晶晶心中 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 好像要结束的不仅仅是假期 还有别的什么 两人又一阵子没有说话 车厢里安静的 让人心烦意乱 保姆车驶过一个路口 于途开口 我在前面地铁站下车吧 乔晶晶看向她 于途的视线 却落在了前方 从这里回去很方便 林姐叫我们吃夜宵 一起庆祝一下 我就不去了 明天还要上班 车子在离地铁口 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于途道别后下了车 汽车缓缓启动 窗外 于途的身影在远区 司机开始加速 不 乔晶晶想 不是这样 不知道怎样 但是不能这样 他猛然一股冲动 喊道 停车 汽车停住 他拉开车门追下车 于途 于途停住脚步 回头 乔晶晶跑到他面前 气喘吁吁的 但是眼睛亮得好像有光 他看着于途 紧张地 认真地问 于途 你愿不愿意 跟我在一起 你这么聪明 一定知道对不对 一定知道 我多么喜欢你 于途看着他 他的眼神热烈而真诚 盛满了世界上最值得善待和真爱的东西 一如十几年前 那个注视着他的女孩 他知道 他一直知道 他以为他不会说出来 最终渐行渐远 所以在这个最后的假期里 他如此放纵 放纵自己完成那个陪他到比赛结束的成路 是他贪恋 不理智 于途缓缓地握紧了拳 然而开口 声音却是那么冷静温柔 静静 你属于耀眼的世界 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 有幸同行一时 但注定 要分道扬镳 他说 我们不合适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收藏哦 第三十八集 第二天一早 于途正式回研究所上班 他先去了一趟张教授的办公室 张教授对他的回归 早就心里有数 表情显得很波澜不惊 还带着点挨搭不理 张教授坐在桌后 翻着一份可言报告 我跟你怎么说都不听 老胡一个电话 西安也去了 也肯回来了 我是你老师 还是他是你老师 老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但于途知道 他不是真的生气 沉生解释说 跟胡索没有关系 在西安 我自己想清楚了 真的想清楚了 张教授和尚正在翻阅的报告 捏了捏眉心 收起刚刚的一番故作 老胡让你从西安回来就直接上班 你没答应 难道不是因为还有顾虑 你不要把我上次说的话放心上 后来我也仔细想了 你们现在面对的环境 跟我们那会儿又不一样 我们那会儿是难 但是哪行哪一夜不难呢 大家都一样 反而上下一心 心里没有落差 现在不一样了 年轻人的生活成本高了 行业之间的差别大了 人心怎么能不变 变才是人之常情 上次我说的话脱离了实际和人情 这点我要向你道歉 于途有些触动 老师 张教授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所以我会理解你的一切选择 不管怎么选 你都是我的学生 但是如果人回来了 心里却还有怀疑和犹豫 反而什么都做不好 他又问了一遍 你真的想清楚了 明明是他自己说的话 可面对老师如此慎重的询问 于途却莫名地 想到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他及时收敛情绪 沉声说 我会全力以赴 张教授欣慰地点点头 那就好 我们航天的队伍越来越年轻 去年北京那边 有三十五岁就当上总师的 我希望你也向这个方向努力 说到这里 张教授想起来问 官材怎么忽然病了 要不要紧 于途顿了一下说 他说是没什么关系 盯着我让同事们别去看他 这人就这脾气 张教授放下心来 那他的工作 你们多担一点 去忙吧 于途点头正要出门 老头又喊住他 上次那个女明星 其实还是不错的 说话也有点道理 老头咳了一下 表情有点不自在 不过他迅速摆出 一副严师如赋的姿态 你自己的终身大事 也要考虑了 我看他不错 你要积极一点 行了 去吧 于途却没有动 他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自己的老师 像是在问他 又像是在问自己 老师 我凭什么 老头一愣 随即气不打一处来 我这就不懂了 你堂堂未来总师 名校毕业 哪里配不上一个女明星了 钱 那你就算年薪百万千万 赚得也没人家多呀 你哪里没信心 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东西 老头气得赶他 快走快走 看着你就来气 恢复上班的第一天 于途没家很久的班 六点多就离开了单位 直接去了华山医院 走进病房的时候 关在和他的夫人沈静 正在吵架 关在看见于途 反如看见旧星 头大的指着于途说 你问他 他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我哪有不上心推销你师妹 不 介绍 他夫人瞪了他一眼 转而看于途 上次在我家吃饭才多久 两个月都不到 就有女朋友了 于途停顿了片刻 才点了点头 配合地说 嗯 是有了 照片呢 看看 于途当然拿不出来 他夫人没好气地说 没有就没有 看不上就看不上 用的招这么不磊落吗 关在百口莫边 谴责地看着于途 你又吹那么大 说人女孩都喜欢你 连个照片都没有 不等于途回答 他又跟夫人献妹 老婆我跟你说 老于这人看着老实 其实是败序其中 我以前也被他骗了 这几天他首页 我才发现真相 跟你师妹介绍 也是害了你师妹 于途提起精神 参与到话题中 我怎么就败序其中了 关在得意洋洋的 你大半夜的 看女明星的视频 还不止一次 我都看见了 这是正经男人做的事吗 于途眉心微皱 却也不否认 我戴着耳机 吵醒你了 没 白天睡得太多 晚上睡不着 醒过来看见她 那女明星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挺有名的 沈静看着于途 颇为意外 又颇为兴趣的样子 于途 你还会喜欢明星 真看不出来啊 哪个女明星啊 于途面色平常地回答 乔静静 关在连忙说 对对对 就是她 你看看看 承认了啊 我就说她不靠谱啊 都三十了还追星 可见是个好色之土 完全没我这么老实可爱 关在胡砍起来 还是像以前那般神采飞扬 然而到底虚弱 没多久 变化越来越少 最后悄悄地昏睡了过去 刚刚还热热闹闹的病房 一下子便陷入了沉寂 沈静的目光 在她苍白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站起来对于途说 我们出去吧 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 沈静跟她解释了一下 我刚刚故意和棺材开玩笑的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不想让她觉得 她没说下去 我明白 沈静勉强笑了一下 其实我也不想把我师妹介绍给你了 她的语气特别平静 回头人家怨我怎么办呢 你可关在一个样子 一天到晚见不到人 只知道工作工作 最长的一次 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家 剩下一半天天加班 于途以前就常听沈静抱怨 关在工作忙顾不上家 每次她去关在家吃饭 沈静总是要唠叨一遍的 但是那个时候 她是带着笑的 抱怨不是真的抱怨 而是一种乐趣 可是现在 却是真的伤心欲绝 她喃喃地道 说话也不算数 说好的 以后等她厉害一点 会申请带我去发射场 亲眼看着她的作品飞去太空 她总是骗我 总是说话不算数 沈静反复地说着 最后再也撑不住 捂着脸 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 于途一静地沉默着 这样的情形 在这几天不断地上演 沈静在关在面前多坚强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就有多脆弱 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崩掉 一开始 于途还会安慰 但是渐渐地她明白 任何言语上的安慰 都太苍白 没有任何作用 沈静需要的也不是安慰 而是宣泄 于途仰头靠在椅背上 出神地盯着医院的天花板 突然就想起了那个 在心底压了一天的身影 想起她眼睛里 渐渐熄灭的光 想起她说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 然后就转过身 踩着高跟鞋 一步一步坚定地 骄傲地走远 那一刻看着她的背影 于途的脑子里涌出很多疯狂的念头 比如说冲上前去抓住她 抱住她 锁在自己的怀里 但是然后呢 她能给她什么 也许连最基本的照顾都做不好 本集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沈念如的其他作品哦 下集见 第三十九集 好一阵子 神经才恢复了平静 于途递了一张纸巾给她 她擦了下眼泪 不好意思啊 让你天天听我抱怨 我其实不是真的埋怨她 我就是看中她这么投入 这么认真的样子 可是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等老了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 可是现在没有了 于途这时才说了一句 医生说 治愈的希望很大 沈静摇摇头 你不懂 她没再说下去 看了下手机 站起来说 关注说已经接了孩子回家 一会儿就过来 今天晚上她手艳 前阵子真是辛苦你了 关注是关在的弟弟 是个自由摄影师 之前一直在往国外跑 昨天才赶回来 于途也站起来 应该的 关在醒来的时候 病房里一丝声响都没 于途在床对面 靠着墙站着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隔壁床的病人今早出院了 关在平时嫌人家过早 现在却发现 病房里还是有点动静好 她咳了一下 于途抬起了头 醒了 啊 还没回去呢 还是有呢 嫂子回家看孩子了 关注还没大 我等她来了再走 于途把窗摇了起来 倒了杯温水给她 关在慢慢地喝了几口 刚刚我睡过去 你嫂子是不是又哭了 于途接过杯子放回桌上 没回答 关在叹了口气 眼圈老是哄哄的 还在我面前装 傻乎乎的 哦 你不傻 有病拖到现在 弯在脸上 浮现出一丝懊悔 平时就有些小病小痛的 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 不然我早来了 她看向于途 你别这样行不行 现在癌症又不是绝症 我查了 我得的这种 治愈希望还挺高的 我这意志力绝对能战胜 行 我信你 你今天正式回去上班了 嗯 不离职了 不了 因为我 脸别这么大 以后少来医院这边 你倒开始忙死了 别别别 忙非啊 提到这个话题 关在又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交代了一遍 接着又再度叮嘱 哎 先别跟单位里人说我的事啊 胡索知道就行了 我现在可不想应付小梦他们 我知道 我呢 起码两年干不了活了 反正都交给你了 于途嗡了一声 很平淡地说 嗯 你放心 回到家 已经快十一点 于途走到沙发坐下 从心底 泛起一阵疲惫 翟亮恰好拿着手机 从卫生间里出来 看见他 一声怪叫 蹦到他面前 我去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他急急地在手机上 点开一个视频 递到于途面前 你看 刚刚班级群里发的 大家正在热烈讨论呢 怎么回事啊 于途的视线 慢慢地移到了手机上 视频里 他和乔晶晶 正站在KPL的舞台上 接受主持人的采访 翟亮蹲在沙发边 打量他 哎 我琢磨了一下 这个难道就是 大街上随处可见 于途不由自主地 把手机拿到手中 目光落出 摄像正好给了 乔晶晶一个特写 他对着镜头 嫌然而笑 于是他也弯了一下嘴角 将手机 盒放在茶几上 站起身来说 再也见不到了 于途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忙碌中 研究所的同事们 早就习惯了 白加黑 六加一式的 加班方式 但是看到于途 全情投入的样子 还是有点触目惊心 从实验室出来 大梦忍不住劝他 悠着点啊 别跟老官似的 折腾进医院了 他还不知道 关在真正的病情 没事 我有书 于途当然不会 拿自己的身体 开玩笑 回归研究所之后 他的生活 甚至比以前 更加规律起来 以前还会时不时 和关在一起 废寝忘食 现在却无比准时地 吃饭休息 运动健身 他把自己的时间 安排得紧凑严密 毫不留间隙 然后严格地去执行 话说你几十天休假 也没写着吧 怎么 回来后有如神助啊 一二三四五 之前卡住的点 都解决了 老于你这干净 是不是想趁老官 住院的时候 谋朝篡位啊 滚吧 于途两个字 回答了他 等大梦真的滚了 他却站在原地 梁九自嘲地笑了一下 月中的某个周六下午 于途接到了 翟亮的电话 喂 夏星来上海了 说要补上上一次那顿 请大家吃个饭 他让我喊你 说今天明天都行 于途直接拒绝了 我没时间 那行 我就问问 你不去也好 免得去明那个贱人 又犯忌 翟亮爽快地挂了电话 然而到了晚上 十点多 他正要下班 翟亮的电话 又打了过来 于途接起来 电话那头 传来的却是 夏晴的声音 他似乎带着几分醉意 竟然问 于途 乔小姐 乔小姐是谁 乔小姐 于途已经好一阵子 没想起乔小姐了 可是却有那么多人 喜欢提起她 高中群 大学群 总是看见他们 跳动着讨论 他分明不想听见 他的名字 可是当他们提起 他的时候 他的内心 似乎又是欢迎着的 或许因为只有那一刻 他才可以释放那些 被关押着的情绪 于途抬起手 关掉了办公室的灯 一片黑暗中 他握着电话 镇定而泰然地说 当然是晶晶 于途没想到第二天 还会收到夏晴的信息 那时 他正要进会议室开会 翟亮说你在加班 有空喝杯茶吗 他看了眼信息 漠然地把手机 锁进信号屏蔽柜中 会议结束的时候 已经晚上八点 拿回手机 微信里又多出来 两条信息 我在你单位旁边的 咖啡馆等你 另一条是一个定位 发送时间 是下午六点五时 夏晴穿着一件 薄羊绒大衣 坐在咖啡馆里 全身上下 是精心收拾过 又不着痕迹的精致 与相对简陋的咖啡馆 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这宛如城乡 结合部的地方 能找到一家咖啡馆 已经不容易 会来这里 他觉得自己 大概鬼迷心窍了 但是就算鬼迷心窍 此时此刻 他也必须见到于途 不然 那自从看见视频后 就被灼烧的心 无法平静 他一直不敢相信 他早就听 去明说起过乔小姐 那个和于途 一起喝过 罗曼尼康蒂的乔小姐 他怀疑过 是不是乔晶晶 可是怎么可能 于途怎么会 和乔晶晶搅在一起 他从来不喜欢她的 对于乔晶晶 夏晴一直有一种 微妙的情绪 初中时代 她是真正的天之娇女 最聪明 也最漂亮 可到了高中 班里居然有个女生 比她还漂亮 还受人欢迎 夏晴很难不产生 一些想法 不过还好 自己的成绩 甩她一大劫 还好 她向自己也喜欢的男生 表白失败了 所以后来 她在大学里 向于途表白成功 第一时间 就告诉了 久未联系的 高中同桌 她知道她嘴碎又八卦 一定会告诉 高中班里的所有人 那个时候 她除了 夙愿得偿的欢喜 还有想起 表白失败的乔晶晶时 翻倍的快乐 可是几年后 于途却和乔晶晶在一起了 他们一起喝酒 一起打游戏 一起高调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夏晴彻夜难眠 可以是任何人 可是怎么可以是乔晶晶 于途说当然是晶晶 凭什么当然 就因为今时今日 她是个明星 太可笑了 下晴若有所觉的转头 看向窗外 马路对面 于途正向着咖啡馆走来 他身上的大衣并不高级 但是天生衣架子在那 再普通的衣服穿起来 都挺拔轩昂 自带风采 路上有女孩子在回头看她 她恍若未决 年少时代对她的迷恋里 大概这也是一个加分享 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男孩子 其实早些年 夏晴从未后悔过 和于途分手 为什么要后悔 一个男人 明明可以拿到高薪 却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 企图让另一方 去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太幼稚 也太自私 大城市高傲的消费 从来不会因为 她的理想而打折 他们都出身在 三四线城市的普通家庭 不一起打拼 怎么在北京上海 这样的大城市立足 房子 将来孩子的教育 哪一样不是巨额的支出 研究所的工作 怎么可能支撑得起 难道全部靠她 凭什么 分手后 夏晴不止一次 和朋友提起过于途 高中的同桌 大学的社友 工作的同事 她不由自主地 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会提到她 自己的前男友 阐述他们分手的理由 他们当然赞同她 她也越来越觉得 自己正确 她一点都不后悔 唯一让她一难平的地方 就是她提出分手的时候 于途居然直接答应 没有丝毫地挽留 直到有一天 夏晴发现 她要过三十岁生日了 可那个梦想中 和于途一样聪明优秀 又和她一样成功的人 却没有出现 周围不是没有追求者 她也在谈过一次恋爱 可那些人 不是不够聪明 就是不够风趣 和于途比起来 每一个都面目平庸 她突然就觉得 其实于途也是可以的 虽然没有钱 但是这个缺点 在比较了一圈后 完全可以用其他优点来弥补 高学历 没钱却体面的工作 以及比其他所有女同事的男朋友老公 都英俊太多 反正如今自己 已经拿着七位数的年薪 几年前不甘心自己要承担更多 这时似乎也可以接受了 她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 那段时间她蠢蠢欲动 格外地关注起高中和大学的群 甚至还有两次 故意挑起了话题 但是当看见于途 被同学修喊着去修进化器 她心中又有些迟疑 正愁愁间 她听说于途要去投行了 几乎在一瞬间 她就决定改变行程去上海 她清楚地知道 当于途踏出封闭的研究院 进入金融圈 会多么地受欢迎 那次见面 却不尽如人意 她自有矜持和骄傲 当然不会去死缠烂打 但是如果就此放手 难道让一个 从没复出过的陌生人 后来者坐享其成 她犹豫着 计较着 但一切犹豫和计较 在她看到于途和乔晶晶的视频后 彻底终结 于途推门进来了 夏晴收起杂乱的思绪 她深吸一口气 昨天喝醉了失态 现在是挽回姿态的时候 她笑颜颜地看着于途坐下 说出早就准备好的开场白 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 果然是这样 你们这是保密措施 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 于途点了下头 直接说 你招有什么事 我等了你两个小时 难道几句话把事说完就走 夏晴的态度和上次有着明显的不同 你晚饭吃了吗 要不要点点东西 不了 食堂吃过了 服务员走过来 于途顺便点了杯茶 等服务员走了 夏晴说 昨天聚会结束 我和翟亮两个人又找地方喝了挺酒 听说 你又回研究所了 对 他其实挺担心你的 说你状态不太对 但是又不好多问 是 那边有什么问题 于途抬眸看了他一眼 翟亮哪里会担心什么 这样拿别人来绕弯子 未免令人不耐烦 他看了线表 打算尽快结束这次见面 十分简短地说 没什么问题 我比较适合研究所 人的想法真的是会变的 其实现在我也觉得了 你做事专注 的确比较适合研究所 昨天去会上和他们讨论起来 我开玩笑说 你的智商 就该为科学做奋斗去 以前为了这个和你争论 真是太年轻 总以为自己才是对的 夏晴说完等了一下 以为于途听到他这么说会意外 结果于途脸上却毫无波澜 眼神都没动一下 夏晴一拳打空 立刻换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根本不重要 他其实也并不关心 不过是以此为借口 让他这次找于途的理由 行为合理化而已 夏晴纯扮带笑 进入他真正在意的问题 对了 你怎么会和乔晶晶一起玩游戏 昨天大家聚会也说到这个了 怪我们不早说乔晶晶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这我们怎么说呀 一直跟他又不熟 听说 你们还一块喝过酒 我想来想去不太可能啊 所以等他们一走 特地跟你求证了一下 他远过昨天酒后失态的电话 微笑说 没想到真的是他 你们怎么会碰在一起的 他壮丝好奇 又一次问道 于途淡淡地说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 有联系不奇怪 夏晴被噎了一下 你和他是高中同学 我就不是了 这个答案是不是太敷衍了 也是 夏晴摆出认同的表情 不过他从来没在班级群里 我还以为 他并不喜欢跟以前的同学玩 说起来 我们班级 现在最成功的就是他了 他搅拌着咖啡感叹 反而我们 却没什么大出息 出了社会 成绩好有什么用 还是要看情商的 他是重点大学毕业 是吗 念书的时候 没怎么关注 不过我是很佩服他的 娱乐圈那么复杂的地方 龙蛇混杂 什么人都有 他能混这么好 这么红 肯定付出了很多吧 他语气轻松 宛若随口闲聊 夏晴 于途突然叫他的名字 夏晴顿重 我想 或许我该和你说声抱歉 在夏晴意外的眼神下 于途直视他 不急不徐地说 当年我答应得太轻率 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 却从来没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 事实证明 我实在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幸好 你一向聪明 及时止损 他嘴里说着抱歉 可是看着他的眼睛里 却是一片冷意 哪里有丝毫歉意 夏晴陡然明白 他根本不是在道歉 分明是他刚刚暗示了乔晶晶 可能尚未不正 他迫不及待地为他反击 而这一段看似道歉的话 从头到尾不过是告诉他 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 一瞬间 夏晴的心里宛如挣扎 他不过是一句暗示 他竟可以如此言语伤人 夏晴简直想冷笑 于途 这就是你的风度 于途神色淡然 我们很久没联系了 何必呢 夏晴不再说话了 所有准备好的试探 此时全都失去了意义 他这些天如野草般生长得不甘 瞬间被浇灭 凉得彻彻底底 他知道他彻底低估了自己 在于途心里的分量和剩余感情 于途竟然连和他周旋的耐心都没有了 于是输得血本无归 不过还好 这场败仗 没有别人看见 他竭力优雅地将咖啡喝完 招来服务员买单 起身时 亦有所指地说 怪不得你会回研究所 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 祝你 能牢牢把握住 话说到这个地步 这辈子都不必相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